施加倫議員 多謝主席 行政局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在五年發展規劃草案文本中提到 要積極研究設立土地的儲備 科學劃分土地類別和規劃標準 統籌可發展的土地資源 本人是非常之認同 目前來講 在怎樣增加土地儲備方面 無非是有兩種辦法 一個是怎樣透過收回霸地 被非法蠶食的致援土地 以及推動都市更新去盆活存量 第二是怎樣加快新城填海的進度 利用好地下空間提高土地的利用水平去增量 現在都市更新未有實績的進展 油漢施打口等舊區的社區環境日趨惡劣 而地下空間的利用率低 添仔、填海區等新區域 沒有做好地下空間的發展規劃 在政策方面缺乏相應的鼓勵措施 專業人才方面 亦都沒有將岩土工程等 專業立入專業的認證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在土地的增量和盆活存量方面 五年規劃會有怎樣的思路和可量化的目標 以及會怎樣妥善處理都市更新進展的緩慢 被不法蠶食致援土地、地下空間利用率低 岩土工程等專業欠缺認證機制的這些 這些是市民關注和業界關心的問題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施嘉倫議員 我想了幾個問題我分別回答 首先關於都市更新 我們已經組成了這個都市更新的委員會 亦都是由羅蘭文司長作為這個主席 亦都是開展了會議 亦都有跟羅司長相討過 聽取了他的報告 我覺得都市更新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我們在未來希望能夠在土地方面 能夠撥出一定的土地給都市更新 這個我相信不需要很長的時間 因為目前很多土地都在訴訟之中 我們希望能夠有土地撥出給都市更新 我們叫做暫住房 簡單來說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是令到都市更新能夠真實質地進行 而都市更新目前的委員會 根據羅師長的報告 是在研究這個形式 是怎樣去處理都市更新的形式 有建議當然政府做 有建議通過行政法規 組成一間政府存置擁有的公司 也有建議其他的方式 我相信很快就能夠定到一個方式 但在我來說我覺得法律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吸收了舊區重建的經驗 這個法律是很重要 譬如舉幾點例子 第一大家都很明白 現在我們要重建一個樓宇 要百分之百的同意 第二我們在稅務方面 怎樣能夠提供優惠 這個也是關係到法律 第三就是整個都市更新委員會的運作 能夠暢順 目前我們很重視這個都市更新委員會 首先定定了形式 同時在這個法律方面要作出提案 第三就是政府非常有誠意 也很有信心 能夠撥出土地 是興建一批房屋 是給都市更新的住戶 是能夠有暫轉住的房屋 來作為一個長遠 怎樣去做都市更新的計劃 至於土地利用方面 在未來五年 我們是很有信心 加強設立土地儲備 健全這個土地的管理 也都編制城市的規劃 因為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裡面 除了我們五幅的田海造地之外 我們也是政府 剛才國下提及的霸地好 在訴訟之中的土地中 能夠收回一批土地 做好這個政府已經預先承諾的 包括公共房屋為首 以至到政府的公共設施 政府本身需要的辦公的地方等等 因為大家也都檢討過現在付出的租金 是非常昂貴一年 我們也都從這個方向輕重援急 但是公共房屋 公共設施是會首先去解決的 那麼在這裏呢 也都是大家看到五幅的田海造地的 特別是A區 去解決大概二萬八千個公屋的單位 我們今年也都公佈了四千多的單位 最近也都大家看到 是經過終審法院的裁決 獲得勝訴 我已經批示 運輸公務司司長 在做規劃的 這個衛龍馬路的五幅土地 也都在電力公司的工作計劃也都開展了 所以我們對於承諾 在這個公共房屋方面 是已經作出了部署 至於將來的土地 在田海造地好 在收回的土地好 也都是會科學規劃 集約整合來做這個土地的儲備 關於這個地下的利用 我看回我們的紀錄 私家倫議員國下曾經也都問過 公務部門其實已經是回覆過 是沒有改變的 我們會做地下空間的專項研究 和地下管構的建設 特別我相信在一些新區裏面 新的建設 至於這個岩土工程的專業認證 我看過是沒有在現在我們專業認證裏面的 這個要有一個討論的過程 去研究是否再重新要擺下去 多謝主席 好